Joey跟進想問,領展823和盈副基金2800 中長線哪一種會比較好呢? 盈副基金是根據恆子成分的走勢去決定股價走勢 領展近年比較多開拓海外市場 例如內地或者澳洲也有涉裂 如果中長線而言,你覺得哪一種是值得買入會比較好呢? 剛才我看恆子的前景半段來說,恆子的走勢都不太好 始終大環境也不太遷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根據恆子只是看恆子 也只是看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如果你要選擇的話,領展會先請請 因為其實你知他有其他業務,相對來說 他面對的確定性會比較少 可能最主要是看回中金收益 不需要看太多 盈副基金就不是他作主的 基本上這麼多成分股的走勢 也會受到中國經濟的情況影響 而領展的資產分佈來說 相對是海有業務有的,香港業務有的 可能比較會平均穩定一點 所以在這種角度來說,如果你們中場線是想收息也好 例如剛才經濟日報介紹也說過 其實現在息率也挺吸引的 我覺得可以先考慮省下領展 最後Joy跟進了一個問題 Joy剛才問你,買領展好還是200好那位 他問你823其實多少錢可以買入呢? 謝謝你 給大家多一個數據參考吧 這些股推介,即是我們的投資業 建議你61元以下就吸納 今天就到了價格了 Rid 你的看法呢? 你覺得多少錢應該買入呢? 其實我跟現在的問題 其實看回近一個星期的61元 都有支餐 如果在星期的61元以下 其實真的可以減少了 如果不計算最近 其實對上一次的低位 是說今年3月最低58.6元 而當時馬上有個強勁的 連續幾天的揚足反彈 去回60元關鈕上 再在60元 62元、62元、61元左右 1元左右就整股 所以我覺得61元 其實61元是一個很差的指標 61元以下真的可以有 立刻落的了 我覺得